从山林采回来的竹子 竹人一一进行削皮 利用天然素材 竹子黄藤切龙树等制作的传统组法 长者表示 随着材料物质丰富 民国50到60年间 部落就未见有人在制作 为了附赠部落传统文化智慧 部落特别争取经费 邀请其劳依传统记忆 将传统组法重新再造回来 主要是希望我们把老人家的记忆 就是传统记忆留下来 所以想说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可以先学什么 然后最接近什么样的日子 我想到的是海记 所以我才想说 那就做组法好了 然后看有没有年轻人一起加入这样子 然后才写了计划 透过协会一起推广这件事情 传统组法附赠 部落青年及宁浦国小协同特别参与 共同采竹子黄藤削竹皮等工作 已经消失了 已经我从来没看过的东西 在年轻人再想办法附赠回来 我觉得很好 我们也是以 以我就是以学生 以纪录片的方式来记录 这个消失的 消失的竹法这样 因为有一个活动叫做 那个原住民的科展活动 然后因为要一起参加 然后就真的来体验这种 张哲回忆过去部落的男性 多数都会制作竹法 从采集到捆绑乘船 都一人进行 如果有不会的地方 才会请大人协助指导 免连竹法也必须加以检修或重做 他以者会还认证 民主教指导 那我们必须加以检修的 不要加 yine检修的 达曼部落传统组法附阵 目前进行到组织的处理阶段 并计划一个多月的时间制作完成 并将在部落母亲节活动时展现成果 并提供部落海即时使用 原始新闻发布了台东长兵采访报导